嗨,今天给大家介绍 这个传说中的金钱包的后面这个宾馆 这是叫民宿还是民宿,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电视机 先介绍这边吧,先介绍雨室 还挺干净的,这个毛巾 这个浴巾 这下面是上山菜药的洗发乳 还有上山菜药的沐浴乳 这是脸蓬头 摔天拉的晚上,这是马桶 这是马桶 这是我 这是上山菜药的东西 这都是上山菜药 上山菜药哪里缠的? 彰化,彰化的上山菜药 这昨天那个牙膏,不是今天刚买了一个牙膏嘛 昨天买的牙膏 就这样,把垃圾桶一个 这是没有干湿分离 这样一个房间,我住两晚是1460元 这平日啊,假日会贵一点 我住的是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 这边有个洗衣机 RG的洗衣机 这可以烘干的 我不太会用 我上次就没有用 没有用好,我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这洗条烘干一次完成 RG的打牌打牌洗衣机 给大家看看 是怎么打开的 我还不会打开 反正就这样吧 他们附赠的有着洗衣粉 这是我昨天喝的饮料 双煎杯,双煎杯 这个是可可乐 那种纤维 纤维的可可乐 他们附赠一个菲利普的吹风机 给大家看这菲利普吹风机什么样 等一下啊 是个白色的 白色吹风机 还挺好用的 比别的吹风机好用一些 大概就是这样的 吹风机 风力还挺大的 昨天 昨天,今天早上用了一下 昨天也用了一下 马上给它收起来 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菲利普 像明天的价格就比较贵一点 这是我的房卡 这是我的房卡 503 这是热水性网上搬 这个我也看不懂这是干嘛的 总之呢 这边是这样的 这附赠了一个 冬至是吧 头是吧 我还不会念这个什么 这个东西什么电视机 我没有打开 昨天没有打开 就是打开 你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 怎么打开的 亮了 国家的将来 打开 空间 身体 canceled 这顶盒 好 嗯 好好就先这样吧 啊 就这样呢 效果还挺好的 看感觉这个这个都是新的全部都是新的 嗯 这是他们的入住须知 他们就有介绍他们附近有什么便利店呀 吃的什么东西 这都有都有介绍的 快想快让吧 有点吵 啊 这个是我昨天我今天早上买的那个牙刷牙膏 啊 这是我的Gopro7 啊 这是我外人送我的 这不是我自己买的 嗯 嗯 这个是我小米的啊 不是小小椅 以前小米 合作的 现在他单独出来了 但是这个相机就有点不好 就是他裂了 这个东西裂了 如果已经看到的话 对 就这个东西裂了 嗯 嗯 我感觉不是那么好 当时买的特别偏 一千多外线人民币 就是我的电脑 这是A小米的 我天天 嗯 好 我今天我 的第一支 嗯 视频 然后 就发上发布了 哼 我今天有点累 很不好意思啊 抱歉 我今天走很纯远路 大家也知道 啊 再给大家看这什么 这两双拖鞋 两双拖鞋就这样了 哦 还有什么啊 只有一把椅子 这这有点乱啊 这我床有点乱 我还没还没收拾好 这是 我的装笔记本电脑的一个 呃 包 这是在淘宝上 35块钱买的 啊 15点 15点6寸的一个包 看这柜子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一下 整体还挺干净的啊 旁边送 旁边有这有 1234个宜架 这是我的 包 这边有一个小包 如果要是我平时出门的话 就背这个包 要是带买什么东西的话 如果我要是 平时走的话 就就就背这个包 这个这个夸包 嗯 我上次 嗯 第一次 我第一次来台湾住的就是这个房间 我觉得这个 地方住的还有挺不错的 然后我就截着住住在这了 啊 不好意思 就是 他这个主要有点不好 就是他没有那种万国插头 买了一个转换器 我昨天坐在冯尼亚也是六十五元 买了一个转换器 嗯 他们这订压 台湾的订压不就是110伏吗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这个牌子也是飞的 这这这裂了是怎么回事 我我一直都没有用啊 他们又送了这个是咖啡 拿铁 这是拿铁呢 这哪里产的 内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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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是内壶的 嗯 这是茉莉绿茶 这是给大家还挺齐全的 这些这也是内壶 黄智一个品牌的吧 这两一个两个咖啡杯 这都是可以免费的 这是一个冰箱 好像这是这个牌子是台湾产的一个冰箱 这是能用的 里面还挺冷的 也有冰箱 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呢 这个椅子坐的还挺舒服的一个椅子 嗯 对 这可折叠的吧 看可以折叠吗 不可以折叠 好就这样 这是一个垃圾桶 睡窗外 大家看外边什么呀 这个外边是这样的 这边就金钱包 大家 台湾人都知道金钱包 就是这个白色的房子 这个前面就是金钱包 这个是如果发生火灾是吧 我观察了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不要跳楼 就用这个 用这个东西绑住自己身体 自己慢慢爬下去 这个 挺为人考虑的 好像这个也不是那种 政府宣传的 就是他们自己 自己 自己自己弄的吧 这个东西就就在这 不过还挺占空间的 我 具体我没有用过这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窗帘 好窗帘 他们这有一盏小台灯 小台灯 就是这样的台灯 大家看打开一下吧 就这样一个台灯 这有一这个 床头一个床头纸 可以在这办公 这一个 小柜子 这是我买的那个挂挂护刀 就是以前的破手机 这是一个床 所以我昨天晚上睡的时候 两个枕头 两个人也可以睡 总体还挺便宜的 如果你平日来的话 是730台币 总体来说 这还挺舒服的一个房间 还有什么没讲点 我不要讲 他们的缺点就是他们的网 网不太好 就是上传 上传视频网不太好 我要我上传一个视频 花了我好久时间 网不太好 我买了一根网线嘛 今天上我也给大家看了 买一根网线 但是还是不行 而且呢 他们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那个 有时候早年骑机车的人比较多 就稍微比较吵一点 他们可音也不是他们 你不是那么好 嗯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总之呢 我觉得还挺符合这个价格的 一个 我觉得CP值不是 但是性价比还挺高的一个 你在台中这样的地方 你住了这样的宾馆 还是性价比还挺高的一个 最好你平日来平日来 会感觉 总是挺好的 挺好的 如果下次来我应该还会住在这里 嗯 还有什么没介绍的 对 这是空调 这空调 就是在这出出出风口在这边 然后那个床头 床头灯 如果你晚上要关灯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个 关 这个床 偏硬 挺好的 挺好的 好 就给大家介绍这 马上我要洗洗睡了 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好 谢谢大家